立體各類靈界點 我們要求曲面fxy等於xy加上x分之2加上y分之4的靈界點 那我們要求f的靈界點呢 也就是我們要把f對x偏為跟f對y偏為解連立解 解出來的解呢就會是我們的靈界點 首先第一步呢我們把f對x偏為 那對x偏為的話呢我們就視y為常數 因此可以得到y減掉2倍x分之2 再來我們把f對y偏為 也就是視x為常數 可以得到說x減掉4倍y的分2 再來呢我們令fx跟fy都等於0 可以得到說fx等於y減掉2倍x分2等於0 fy等於x減掉4倍y的分2等於0 那我們把這兩個式子做連立解 可以得到說x會等於1 那再來我們要把x等於1呢 帶回fx跟fy求y的值 首先我們把x等於1呢帶入fx 那很簡單可以得到說y就會等於2 再來我們把x等於1帶入fy 那我們可以得到兩個y的值 是y等於正負2 但是呢1跟負2這個解呢 是不合的 因為這個解呢在帶入fx的話呢 是不會等於0 所以最後呢我們只有一個解 直接打錯了 所以最後呢1跟負2 就是我們fxy的0接點 就是我們fxy的0接點